在影片还没开始前,拜托帮忙按个赞谢谢 现在我也是来记录爸爸的朋友的榴莲书,他终在家的 这次那天开很多花,现在跌到了,全部很多,变举角 然后现在你看,这个榴莲 上面那边比较多,可是太高了,我排不到 大多数,这边是新的,所以有几批来,这里是前一批,这里是后一批 现在工人在油中,你看,采摘下来了 所以你看到这种不熟练的啊,就是我砍的,我没有拍 我砍不美了,你看它砍很快啊 就是它砍下来啊,那个地啊,上面的地啊,要把它砍掉多一出来的嘛 你看它刀下就是脱了,我砍要砍四五次才可以 它一颗你看,两次就好了 我要三四次才可以,所以看不美的都是我砍的 美的都是它砍的 你看,就是每一个油中火从上面摘下来了 它就把那个头剃掉 因为,因为树上里很冷了嘛 它就用吹车 去把那些原本在旁边的那些油中火全部放去旁边 等下裸里锅 它们等下,就这样那个裸里锅就可以把锅放上去了 现在我工人一个人做工 只剩它一个,剩下的全部回锅了 它一个人打天下 全部都是一个人打天下 榴莲一个人打天下 这个油中也是一个人打天下 哇,这个很大一盒的油中锅 你看这里 很大 所以就是,你割下来的时候,它全面有这个地嘛 我们就把它割掉 它们时常有做啊,就很快啊 哇,就散果了啊 你看这三果全部很值钱 如果你没有拿的话 只好就出这种小树苗,你要杀又很难杀 那过熟了,那天没有砍到啊 过熟一砍到它就睡满地都是 嗯,干嘛 这样子 蛮重的 它这样子一拿就拿了,差不多100公斤 工人讲,我刚才讲这里的果开始很多了 是啦,因为以前没有割那个叶子 只是割果的了 现在它,它一个人做嘛 它就把那叶子割割掉,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果 不然的话,那个叶子啊,它会架在那边啊 它就没有这样容易生果咯 所以啊,现在它,它讲啦,它讲啦 可是以前也是哈割的 它有开始修那个叶子啊,就是开始生很多果 如果一两粒比较远的啊,不需要推车 它就这样子,放在肩膀那样子 扛过来啦 就丢一堆一堆一堆 等下萝里过就可以拿 嗯,那干嘛要新的一直热 现在铁起架什么都起架 你看,上中油 哇,这种哦,这里 这里有很重 你拿完了过去,它就用刷子刷在地上这样 吹,吹的,还有那个蓝嘛 然后就,就上锅 你看这样,全部是钱啊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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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那扫扫那边 全部扫扫的话就可以丢了 所以很多工一下 它丢的时候是有个技巧 不是这样子丢,它是用 丢的时候它这样闪下来 那些叶子什么就 闪出去到晚 好像很随便跟着它 它走肉了,没有剪的,我帮它剪那个 都有一两公斤 一两公斤哦,现在油中的价钱 都有一两,差不多 两块钱,要到三块钱了 如果两公斤,一公斤差不多快三,快四 好像我哦 刚才把篮子放上去,可是又走着 看又看到,我就把它藏在衣服里面 你看,凶属的 这个本事从哪里学,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去偷产人家的红毛丹啊 鸡骨啊,而且就这样子载啊 抓了,过去大小车跑掉咯 现在连冰箱都出猫伤亡了 还是真的猫伤亡了 还是真的猫伤亡 还行啦,可是我们还没有买 这次了,拍OK吧 哇,我没想到今天进来这边看到这个东西啊 它叶大力了,比我昨天拍更大力了 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跌了 因为其实这次,看很多壳 很多人都跌了,变几脚了 变几脚了,你看这个 比跟昨天,我觉得比昨天又再大了 我昨天还是看到不保 你看这个青色,上面有没有 有几个,也是蛮不错 变火材质了,没有办法 看这些,它也是 蛮大个一下的,不论会不会沉啊 这棵树如果有两粒可以吃 已经是OK了啦,够了 不论大家有看到清楚吗,我试试 focus一下 看 哇,这个太近了 focus 啊,终于清楚了 看,它的形象是,我的手在这边 把手放靠近,看在我手的手 一个手指的大小了 有两粒 这样子 还有上面这边 啊,我太矮了 这是 2022年4月17日拍摄的 你看看,满地都是榴莲花的 是老树的,满地都是 在上面 全部很多,很多 一条一条一条火柴枝 没有地不叫火柴枝,这个地了才叫火柴枝 这边太小,看不清楚 可是旁边这边也是很多 所以老树他成功距离蛮高的 我爸买了一只新的剪刀给我 可是他自己先用,他讲这种 很多人问我这个很劝 就,我买是像这样的,而且 它不会很贵的,我爸讲十多块一只 呃,七五金店买的 这个,这个牌子 米扣啊 不错啦,这个蛮好用的 蛮好剪的,而且它很利啊 一剪就断了 你看它,它就 比较容易剪 今天剪就断了 很好用一下 也只有将近一个月没有来看它 你看,越深越多 超多的,你看 越来越会深了 来看这样有没有可以喝 上面全部都是 很会深耶,这个叶 这个长得不错啦 你看这里旁边也是有 雖然季角比较多 还ok的 这些的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成型 诶,还来打 拆拆拆拆拆拆给大家看 诶,拆拆拆拆拆拆拆 拆拆拆也不错吧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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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這堆 上面你看沒有什麼聲 千邊樹就update給大家一下啦 很多人一直講我沒有update千邊樹 有啊 你如果看過之前影片有 有的人在下面留言沒有update千邊樹 可是千邊樹不多花 我也不明白什麼它不多 可是現在感覺上還是會有一點點 好像又要來了花那種感覺 對 再看怎樣吧 有時候工人啊我們這樣還沒有看到啊 就忘記拿了 我該tub了 等一下它直接走出來 再放上去 看全部都是果 哇 我回到家我才發覺到好像今天早上 我沒有做到開場牌 我沒有做到結尾 所以我就快點錄一段 因為現在 其實現在不遲了 現在才差不多四點 可是因為我回來 趕著載我一個親戚去吉隆坡 去還要需要去醫院 所以 我就做driver了 載他去 好啦 今天vlog到這邊啦 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 還沒訂閱的 拜託訂閱一下哦 Bye 按摩 這個 在 participated 你看 我有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